接下来我们把焦点看到加拿大跟印度 因为加拿大跟印度之间的一个冲突点 是在于一个 是不是在印度派人在加拿大的国土内 击杀公民这个事件已经吵了一年多了 但最新进展是因为杜鲁到10月16号 出席了自己国家的听证会 就指控印度在加拿大领土 谋杀了加拿大集邮的公民席克教领袖 当街把他杀掉 尼加尔这件事情 他延迟批评印度犯下了可怕的错误 因为他14号出席的时候 他曾经在公开讲说有明确的证据 可是这次听证会他讲的话是什么 他说他是因为收到了非常清楚的情报 印度参与了谋杀 但是当加拿大私下要求调查等等 那有没有证据呢 我们有的是情报 而不是确凿的证据 所以他就讲这句 因为没有证据被抓到印度的语病 印度就说你没有证据 为什么说我们杀人呢 虽然这种传闻那么久 其他邻国 印度跟其他邻国关系也不太好 是不是有这种情报系统专门在暗杀 那印度立刻说你没有证据 为什么可以轻率行事 就加以谴责 很多印度媒体都来批评他说没有确凿证据 却来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损失呢损害呢 责任完全在杜到 因为双方已经互相驱逐的六名外交官 互相伤害啊 一直在一年多以来不停的互杠 那加拿大14号驱逐的包括高级专员等等六名 这个外交官印度也同样的报复 好印度跟加拿大的影响怎么贸易到底如何 现在近况是两国的双边贸易价值是数十亿美元 加拿大拥有170万的印度裔人口 甚至更进一步来看国际学生啊 很大来源都是印度 所以现在印度政府可能再一次要暂停发放签证 因为这个听证会的关系 双方的关系又紧张了起来 所谓在很多外媒在形容说 加拿大的杜辱到陷阱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里面讲的 自由党内内阁又有四位的部长 从2015就跟他一起 同样在这个政府部门里面的四位部长级的人 都已经决定宣布不参加下一次的联邦大选 不停他就对了 这逼得他现在在党内 还有在整个媒体民调上都是很低的时候 又要不得不脆弱时期进行内阁改组吗 那随着民调的崩盘 现在传出来媒体报道说 连他自己所属的自由党都准备要把它干掉吗 有大概有多名的议员 这个礼拜在沃泰华所出席的会议里面 至少有20个人公开的表明要签署声明要求换人 要把杜辱到给换掉吗 那当然杜辱到又跟中国大陆之间又被说是碰瓷 因为加拿大总理公开表达 这个反对党被中国甚后涉嫌参与外国干涉 所以去年甚至成立了一个所谓外国干预委员会 用来彻查说包括大选或各种的议题 就有中国介入的痕迹 要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要去看守跟对待 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到底被说成说谎 是因为像刚刚相关的证据跟资料 都有名有姓的保守党议员 那这些人所谓讲出来的内容呢 后来都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重点是他一直以反中来进行这个游说 同时还说加拿大的华裔社区 就是外国干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甚至提到中国在加拿大有设警察站 都是为了凸显中国政府好斗的本职 那所以呢在外交政策先抗中 又跟印度有冲突 好那还有哪些朋友吗 东协 最近他特别亲自到了东协 出席东南亚峰会 峰会上特别强调 加拿大对这个地区有承诺的 宣布加拿大会祝永珍和金边 这些外交使团升级成为正式的大使馆 甚至还可能会有这个协助嘛 包括了给他金额金钱上的汇款 投资啊等等的 但很多的分析都认为 尤其像东京国际基督教的 这个学校的教授就说 他是不是误解东协啦 所谓的杜鲁道要所谓的关注贸易呢 其实没有必要建议大使馆 贸易水平就可以啦 而所谓给的几百万美元 这种投资啊 对加拿大给的 当东协国家并不太需要 觉得杯水车薪 帮助不大 相较于中国大陆跟东协的关系 简直是不能比 赖教授 怎么看杜鲁道最新的这些发展 杜鲁道目前他的声望在加拿大很低 一般的估计是他连任无望的 他的政党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在野党的 所以杜鲁道目前来讲是有点病急乱投医 他的内阁纷纷的都下台了 都离去了 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再选也选不上 所以他们根本不愿意再选了 杜鲁道现在面临他的一个困境就是 他的伙伴们离开他 他的政党支持度 跟他自己一直在往下走 这个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那他跟印度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印度这个是有点点去抓 不是与病的与病 为什么说不是与病的与病 杜鲁道是在国会听证的时候 他说原本他们的这个加拿大人 但是他是席客族的 他们被杀 他们原本以为是帮派的恶斗 后来以为判断说 后来发现不是 调查的结果不是 然后再往这个中派间的仇杀来去发展 那调查发现也不是 后来掌握到的情报 但是没有破案的证据 掌握到的情报 是以色列的外交 不是 是印度的外交官 暗杀 暗杀的 买凶暗杀的 所以他本身去跟莫迪会谈的时候 也就是在上一次G20 莫迪会谈的时候 他希望莫迪协助调查 他的语言是这样讲 他是希望莫迪 你可不可以协助我 来调查这个案子 那当然莫迪就 两个人就针锋相对了 后来杜鲁道就寻求美国的帮忙 请拜登跟莫迪谈一下 说是不是协助他来调查 他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来的 那印度的媒体就抓住了他这句话 说他最早的时候 他们确定的 应该是情报显示 跟印度有关 他是这句话 但是后来证据是证明 是跟印度有关 就好像美国的席克组 当时FBI他们也掌握到情报 说是印度的外交官要杀 美国人席克组的美国人 所以拜登又提醒 暗示这个莫迪你不要太做太嚣张了 结果莫迪继续干了 莫迪继续干了以后 结果莫迪的外交官满凶的是FBI的线人 然后那个凶手线人直接去跟FBI报告 那这个罪证确凿了 所以后来拜登就跟莫迪就翻脸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拜登 本来要出席莫迪的国庆 后来就取消了 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区块 三角关系 对 但是印度人的特点就是 我只咬住你这句 去头去尾就咬你这句 然后就说你是无理的 你驱逐我的外交官 所以我驱逐你的外交官 是你挑衅在先 所以我不得不反击 这是印度人的逻辑 那当然他就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咬住这句话 然后印度的媒体就全部 都用这句话来做代表 那这个是印度跟加拿大的 恩怨怨 坦白说对我们来讲 只是在旁边刻瓜子 看他们两个在吵架而已 但是我们确定的地方是在于 美国已经拿出证据来 说印度的外交官买凶要杀 这个美国人 那所以拜登就做反击了 但是由于拜登还是需要 印度去对付中国 所以拜登还继续去拥抱印度 那你就可以知道 欧美人的是非标准 只要可利用的 那么一切都可以原谅 除非他没有利用价值为止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那就是干到底了 随时可期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印度最近跟加拿大持有冲突 一年多以来互相驱逐外交官 同时加拿大自己总理 度到选情很紧急 很低迷 所以他跟东协去合作 寻求另外一方的合作模式吗 其实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些动作 它其实跟南海是绑在一起的 也就是之前我们不是看到 他们的海上巡逻机 一样进入南海 他们的军舰一样通过台湾海峡 然后还带着记者在上面 来拍解放军的这个动作 至于说他跟东协 东协他的领导人会议的时候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强调他们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里面强调 遵守联合国宪章 东协宪章 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看到了没 这真正的狼子野心就藏在这里 然后他还特别的强调 也就是以加拿大的科技 他们可以来协助东协这些国家 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协助的就是菲律宾 协助菲律宾如何的 在南海可以顺利的 无碍的搜索到解放军 或者是中国海警的各种船只 所以我们这样讲 加拿大真的是来 让南海变得更平静 然后让整个东协安然无事吗 其实不是 他其实也就是埋了各种各种的隐性 各种的炸药在里面 然后来策动这些东协国家 跟中国大陆一刀两断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 当然他们还会继续的向越南下药 然后他们当然无法动摇 无论是柬埔寨或者是泰国这些国家 可是他们总是蚕食精吞慢慢来 这个也就是刚刚上一节的时候 讨论到说整个北美的这些国家 全部向右转 然后全部都反中 可是我们讲到反中这件事情 反中真的有什么好下场 我们看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现在已经下台了 我们看看英国的首相苏纳克也下台了 那肖子岌岌可危 然后贺锦丽的部分 马上11月初就可以见真章 那其实跟中国大陆站在对立面 没有什么好处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刚刚立法院我们国安单位的官员说 认识作战我们一直被中国大陆入侵 连教授道也这样说了 成立一个干预反对外国干预的委员会 杜鲁道说中国大陆也干预他们的选举 对这个杜鲁道 他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跟中国大陆弄不好的国际领袖 因为大家都还很记得 当时那个华为事件 他怎么样变成美国的前沿 附水组织 对美国的代理人 这样子去卡住孟晚舟 就是杜鲁道 当时中国大陆也非常豁大 对不对 跟现在跟印度莫迪一样 什么外交人员不爱 然后大陆也反制 也抓了几个加拿大人 所以杜鲁道现在 他的政府民调非常低 而且整个都面临 甚至他本人可能有被逼退的压力的时候 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就跟民进党在对付政敌的手段一样 我都怀疑说加拿大的人 是不是有特别跑来台湾跟民进党取迹 他就是抹红他的反对党 他的保守党 说你们被中国大陆的人渗透 你们被他的代理人 而且还去恐吓他的这个华裔社区 可是问题是 华裔的人口在加拿大的选民里面 也是有一定比例的 他越这样子做 对于他现在已经岌岌可为的 政治支持度 岂不是又越低 没有 你 你 你 那 你 你 你